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瑞森昨天被小伙伴问了一个问题 已知猪食是猪吃的,鸡食是鸡吃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零食呢? 瑞森一时竟然没觉得哪里不对 不过话说回来,猪和鸡虽然同属于古代的六处 但是猪在不少人的眼中是浑身裹着泥巴,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还好吃懒做,逐渐成为猪多负面意思的代名词 你怎么和猪一样,真的不是夸奖 或许有人会好奇,六处里面除了鸡是卵生之外 人们已经尝试过牛奶、羊奶和马奶了 那为什么人们不尝试一下猪奶呢? 难道是因为猪奶不好喝? 或者是因为人们认为喝猪奶会变得和猪一样笨吗?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与猪和猪奶相关的趣事 我们前面说起过,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 其实家猪的情况也和狗狗差不多 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 并且按照现有的考古资料来说 家猪的出现要比狗狗晚一些 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猪 出现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土耳其东南部的茶药弩等地 具体追溯起它们的历史的话 大概要到4000万年前了 现有的化石和动物遗骸中 有迹象显示 家猪可能是来自于欧洲野猪和亚洲野猪 这也说明相隔千里的人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野猪进行驯化 不过由于成年野猪身躯健壮 性格又颇为暴躁 当它们察觉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表现得异常凶猛 想要驯服它们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驯化野猪是从幼年的小野猪开始的 当时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人们 逐渐不在四处迁徙 而是选择合适的区域定居 而野猪受到了人类生活垃圾的吸引 它们的巢穴往往离人类并不算远 人们趁着母野猪外出觅食的功夫 悄悄把幼崽带回了家 然后通过竹带的饲养和选择 猪的体型渐渐发生了变化 直至变成现在的模样 2015年 来自四个国家的研究人员 在《自然遗传学》中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 现代猪身世比较复杂 野猪被人类饲养后 并没有直接独立发展 而是继续和野猪进行着杂交 论文的第一作者洛朗·弗朗兹认为 尽管野猪和家猪在形态学上非常不同 但他们一直在交换着基因物质 所以洛朗·弗朗兹和同事们认为 野猪和家猪还能保持着 巨大的种群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人类对其选择育种的影响 通过人类的选择 满足人类需求的家猪的特征和习性得以增强 抵消了野猪DNA的叠加 让家猪发展出体现人类驯化的基因 至于为什么驯化它们 当然是因为好吃 猪肉是东亚、东南亚 还有中欧一些国家最受欢迎的蛋白质来源 产量占世界肉食总产量的38% 一些非常经典的菜也和猪有关 比如德国的猪肘子 丹麦的脆皮烤乳猪 到了中国就更多了 东坡肉、锅包肘子、红烧狮子头 糖醋里脊、过油肉 除此之外 世界各地的培根、腊肉和香肠这些熟食 基本都是猪肉制成的 而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 猪的全身基本都可以入药 举几个例子来说 猪肉可以补肾阳血 滋阴润燥 猪脑有益肾补脑的功效 可以改善因肾虚随海不足 而引起的眩晕、耳鸣、腺旺等 猪肝可以补肝阳血 还能治疗眼肝和夜盲症等等 甚至会给瑞森一种包治百病的错觉 而且猪虽然是杂食性的动物 但是它基本不怎么挑食 正所谓猪吃百样草 饲料不难找 甚至它们还能帮着人类处理 吃不完的剩饭剩菜 不浪费一点粮食 与此同时 养猪不仅能给人类提供肉类的供给 还能给人们的农耕提供肥料 研究发现 猪粪中含有机质15% 蛋0.5% 零0.5%至0.6% 甲0.35%至0.45% 比例比较均衡 肥效也很全面 而且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 可以直接适用到土壤中 相比需要经过发酵 才能适用的牛粪和马粪 对古人来说 猪粪可以算得上是懒人福音了 除此之外 猪棕可以用来做毛刷 猪油可以用来当起酥油做点心 或者用来做肥皂 柔软的猪皮还可以用来制作皮革制品 堪称全身上下都是宝 而且随着医学的发展 猪也可能成为人类一种移植的理想对象 现在就已经有移植猪的皮肤和肾脏 来治疗人类的医疗实力了 既然猪有这么高的价值 那人为什么不趁机也利用一下猪奶呢 其实从营养成分的角度来说 猪奶也和牛奶、养奶一样 都含有乳汁、乳蛋白、乳糖、矿物质和维生素 但是猪奶中含有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比例 要比牛奶和养奶高很多 有人或许要说了 猪奶的营养价值 既然比牛奶和养奶还要高 那人们不喝猪奶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猪奶太难喝了 瑞森虽然没有喝过猪奶 但是据一些好奇人士的亲身试验 猪奶的香味会比牛奶和养奶更浓郁 有点像杏仁鹿的味道 不过也有人说 就像养奶会有腥味一样 猪奶也有一种新的味道 让人觉得有些难以下咽 抛开口感的问题 人不喝猪奶最主要是因为 让猪产够人类饮用量的奶 实在是太难了 首先猪的哺乳期只有两个月左右 而牛的哺乳期有九个多月 就算生产力拉满 每头母猪每年大概能生产600斤奶 而每头母牛大概每年能够提供1万斤奶 并且猪的乳腺导管比较短 所以不能像牛和羊那样提前储存 需要的时候直接取用 连小猪都要提前和猪妈妈打招呼之后 才有奶喝 而且猪的秘乳习性也很独特 小猪饿得叫声和拱的动作 刺激母猪的神经之后 母猪的乳腺才会慢慢分泌乳汁 这个过程需要50-60分钟 而放奶的时间就只有一分钟左右 这也意味着很有可能你刚想开始收集猪奶 但是人家停止供应了 一切就要从头再来 就算一切顺利 一天下来也要陆续收集20多次才行 不然产量根本不够 而且别看猪身上的葡萄数量不少 但其实哺乳类动物身上的葡萄数量 是和产载数量相关的 美国的吉尔伯特总结出 二分之一法则 即哺乳动物的葡萄数量 大约是产载数量的两倍 这主要是为了流出一半数量的葡萄 以为不时之需 牛和羊还好说 它们产载数量不多 所以葡萄数量也不多 而且集中分布 比较便于收集 猪就不一样了 想在短暂的放奶时间里 从分散的猪多葡萄中快速收集 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假设这些困难 人类都能克服 那么还有一条 猪妈妈也是有脾气的 它们原本就比奶牛更容易产后抑郁 脾气暴躁 这时候强行取奶 很可能奶没挤到 反而被猪妈妈追着拱 所以取猪奶要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 相比于牛奶、养奶 成本要高得多 与其费尽心思与猪妈妈斡旋 每年只能出售600斤猪奶 还不如让猪妈妈把奶留着喂养小猪 毕竟一头母猪一年能生产 大约20到30只小猪 而每只猪出栏的价格 在人民币5000元左右 换算成台币 大约为22000元 省时又不费力 还不用担心被母猪追赶 轻轻松松赚钱多好 听到这里 或许有人要问了 真的不是因为他们又脏又笨 所以才没有市场的吗 这话真是小猪听了都表示难过 瑞森在这里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 事实上猪不仅爱干净 而且智商也是比较高的 虽然是属于大智若鱼那一类的 猪喜欢在泥塘里打滚 尤其是夏天 看起来就像是他们故意把自己弄脏一样 他们还真的就是故意的 因为猪的皮肤对环境很敏感 体表又几乎没有汗险 身体内热量散不出去 他们只能通过泥塘来降温 而且湖上的泥巴 可以用来抵御夏季凡人的蚊虫 人们在饲养猪的过程中发现 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猪能区分出 吃饭 睡觉 厕所三个区域 让自己吃饭睡觉的地方保持干净 而这也体现出了猪的智力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么低 早在1986年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利用猪的嗅觉和记忆力来训练井用猪 让猪参与寻找藏在箱子里的违禁品 甚至深埋地下1.5米的违禁品 他们也能找到 在嗅觉和学习速度上比狗要厉害得多 同时他们一旦学会一项技能之后 就很难忘记 长期记忆力绝佳 神经系统学家 诺里·玛里诺表通过研究发现 猪有一系列的认知能力 他们能理解简单的符号语言 学习行为和食物事物符号的复杂组合 在一项实验中 他们甚至能迅速了解镜子工作原理 并用镜子的反射功能观察环境 并且找到食物 所以说 不能单凭表面就认为猪又懒又笨 人家聪明着呢 对于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是如此 仅凭眼见为实 有时候也是不够的 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了解 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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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